我是唯一的台灣人 我真的不得不說 大陸現在口中城市公司太厲害 城市部會不把檔 從台灣到北京生活工作的部落客 站在大陸街頭 讚嘆當地防疫有成 讓他好安心 話說得慷慨激昂 但網友不買帳 大酸只是想拍片 賺大陸錢要他滾 不過像他一樣 公開表態大陸抗疫有成的 還有他 文化大學教授周揚山呼籲法規 應該放寬 讓台灣人也可以 儘快施打大陸疫苗 影片被放到微博 同樣引發大陸網友議論 有別於這些台灣人 對於大陸防疫的正面評價 向來與大陸友好的匈牙利 卻開始質疑大陸產的國藥疫苗 匈牙利總理府11號宣布 下週該國將會接收 第50萬劑中國國藥集團新冠疫苗 二月大陸媒體才大肆宣傳 匈牙利進獲國藥疫苗 但五個月後美聯社報導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發現 許多接種完兩劑國藥疫苗的年長者 並沒有產生足夠抗體對抗病毒 所以當地政府正針對60歲以上長者 進行大規模檢測 一旦證實疫苗保護力不足 將和中央要求給這些年長者 提供第三劑疫苗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